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 结语二撰写 今儿为您播讲的长篇有声小说 唐钻 第814节 云叶仰天长叹一生 转而求见长孙 得到的回答是 帝后一起在听圣僧讲经 已经摘见沐浴过了 不容侵扰 满皇宫里 云叶只能求见这两位 见其余的嫔妃 视为无理 再三要求通秉 都被言辞拒绝了 无奈之下 骑上马匆匆赶回了云家 他需要好好的整理一下思讯 把整个事情的前因后果 都要想清楚 这是最阴暗的心思 上不能见天 下不能接地 所以云叶就坐在秋千上 这是老习惯了 只要遇到难以决断的事情 他就会到那间 装着一架秋千的空房子里冥想 自从上回在秋千上坐了三天以后 老奶奶就在家里特意留下了这么一间房间 作为家主的冥私之地 云家的家族庞大 事物繁杂 想要再一时半会儿算清楚利弊 那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 如果真的要做一个全局的思考 没有三两天 那是远远不够的 利益的纠葛 人情的勾连 如果李二驾崩之后 云家该如何应对 如果李成前顺利登基 云家该如何应对 如果出现意外 该有怎样的后备机制 这些都要想清楚 改朝换代 向来都有一大批的勋贵 跟着先帝殉葬的 一朝天子 一朝臣 自古皆然 这也是一个放之四海 而皆准的道理 皇帝不见自己 自己也没有任何的办法 阻止这件事发生 那么就需要退而求其次 保住云家在说 自己和李成前的关系再好 如果在这个节骨眼上出了差错 估计李成前对付起云家来 不会有半点的犹豫 因为那个时候的李成前 名字叫做天子 三天之内 云叶寇雀三次都没有尽得去内功 一连九天的讲经期依然没有过 三天的时间 足够云家做非常多的事 新月不敢问 不过他看到丈夫开始召集家臣议事的时候 才开始变得惊慌 尤其是看到久病不遇的老江 咳嗽着出现在议事大厅的时候 他就更加的害怕了 老江掌管着云家的密道机关 平日里呢 就躲在酒房 等闲出不了一次门 既然他来了 就说明云家很有可能会用到密道 日落的时候 云也回了家 神情疲惫 这一次更加的离谱 见不到皇帝皇后也就罢了 怎么连里程前都见不到 在东宫吃了闭门羹 这还是头一次 没有洗澡 没有吃饭 云叶就合一躺在床上 努力的想要让自己睡觉 但是眼睛却越睁越大 和李二的纠葛一幕幕的出现在眼前 从第一次见到李二夫妇 到现在 这种感情已经变成了一种 类似混沌的概念 心里呢 就像是压了一块大石头 不知不觉的就已是泪流满面 新月走了进来 看到丈夫满脸的泪水 没有劝慰 也没有出声 只是把身子全浮在丈夫的怀里 这个时候 有一个温暖的身子挨子 这比什么都管用啊 云叶的泪水流了很久 才不知不觉的睡着了 三更的更骨刚刚敲过 他不知道此时的皇宫 已经乱作一团 到处都是侍卫的铠甲在作响 到处都是火把 到处都是登陆 牵牛卫已经全体攀上了宫墙 无数穿着紫袍的老太监 紧紧的守卫在万民宫周围 不但如此 万民宫的顶上也有人影闪现 金铁交鸣声响彻了太极共 无数的黑衣人在人群中跳跃 翻腾 身手灵活 凶悍至极 浑身浴血 却酣战不退 无奈人数稀少 还是被驱赶到了空地上 满身光明楷的牵牛尾手持巨盾 盾牌的尖隙里 密布着长枪 一步一鹤 缓缓的向黑衣人压迫了过来 为首的黑衣人狂呼一声 金钟就在此时 呼吓完毕 就倒转横刀 没有丝毫犹豫的刺进了自己的腰泪间 而后一头栽倒在地上 别的黑衣人也有样学样 呼吸之间就死得干干净净 皇宫里响起了巨匠谷 这是贞观朝的第一次 无数的红灵集使 背着小旗就窜出了皇宫 散进了黑漆漆的长安城外 三位红灵集使 举着火把敲开云家大门的时候 云叶的脸色苍白的 就像是一张纸 手颤抖着 不敢打开面前的这个牛皮筒 长吸了一口气之后 打开筒子 发现里面是关中三十六府府兵急速进京的旨意 款式和规模都没有问题 只是上面独独少了皇帝的披红和中书省的签章 只有硕大的寿命于天 济寿永昌八个字的玉玺 云叶和尚诏书 一声令下 家将们就一拥而上将这三个红灵集使擒住 云叶对他们的咆哮充耳不闻 阴着脸要家将压着这三个使者和自己一起进长安 临出门的时候 看了刘芳一眼 刘芳不着痕迹的点点头 云叶见小苗穿着铠甲的身影出现在院子里 这才骑着旺财向长安急驰而去 一路上脑子乱的厉害 越是努力的要自己镇定下来 越是慌乱 如果不是和旺财的配合达到了自觉的状态 早就不知道从马上掉下来多少次了 这个时候 谁敢给自己下命令呢 如果是皇帝 就不可能不知道 这样残缺不全的诏令 自己是可以封还的 如果不是皇帝 是城前给的命令 那么伴随着这道旨意的私下说明 就会一起到来 除了他们 别人没有这个资格给自己下令 长孙都没有这个权利 难道说已经有人乘乱控制了长安城 只要李二还有一口气 就没人能够得逞 这不是信心的问题 而是事实就是这样 没有人能够比皇帝更加清楚长安城的风吹草动了 他自己就是靠着造反起家的 怎么可能会不防备这种事 57位家将 加上云叶自己呢 就是58个人 蓝田侯云叶只能拥有60位假释 这还需要加上他自己 之所以少带了一个 是表示对皇权的尊宠 不光是他一个人这么干 所有有权利带假释的人都会这么做 礼仪永远是不可或缺的 不用仔细看 在夜幕中就能看到灯火通明的长安城 城头上人影重重 干戈腔腔 整座长安城就像是一头刚刚睡醒的洪荒巨兽 正在伸展自己的恐怖的爪牙 这就是出事了 出了大事了 想到那个该死的藩僧 云叶的心就不断的往下沉 虽然还有一点疑惑 但是眼泪却好像又开始流了 城头的大王旗没有换 这多少给他一点安慰 五爪金龙旗在火光中似乎显得更加猙獰了 刘进宝手里拿着云叶的腰牌 大声的向城头已经做好攻击准备的萧卫喊道 蓝天侯兵部尚书云叶报名入城 一只火箭呼啸着盯在了云叶的马前 惊得旺财叫唤着不断后退 云叶劈手夺过家将手里的火把 照亮了自己的身影和面孔 不大会儿功夫 就听旁边的小门支压压的开了 城门的门轴平日里是不许上游的 就是为了制造噪音 在这样的晚上 听到这样刺耳的声音 云叶的心更加的烦躁了 快马进了长安 发现长安街上到处都是打着火把的君族 态度恶劣 而且六心不认 云叶这一行人被盘问了不下三遍 直到云叶发弄拿鞭子抽人的时候 才没有人敢多问一句 随着逐渐靠近皇宫 他的心反而放下来了 牵牛卫 这是天子亲君 他们依然牢牢的固守着皇宫 也就是说皇军依然把持着弓进 皇宫前像云叶一样披甲的人很多 云叶这个兵部尚书居然有一半都不认识 看着他们进入弓进比自己还要顺畅 就想问问这些人都是谁 一个穿着甲皱的汉子 粗暴的就要从云叶的马前挤过去 然后就被云叶一鞭子抽在他的脑袋上 原本想着这家伙怎么样都要自爆家门 没想到这家伙居然转过头就破口大骂 标准的关中枪 云叶齐在马上 看着被自己家将揍得满地打滚的汉子 朝着在周围围观 还打算上前帮忙的陌生汉子说 这王八蛋是谁啊 没人回答 倒在地上的汉子 在无数只脚狂暴的踢打中还能狂喊 不要让老子见到你落单之类的市井粗话 在刘金宝将脚踩在他的臭嘴上 这才得了安静 您正在收听的是 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有声小说 唐砖 得不到答案 云叶就直接越过无数人要抢先进攻 那个粗汉等自己把这里的事情弄清楚以后 回来接着走 捆在战马上的三个红灵级时 见了守在宫门口的黄门侍郎 老曹这扯开嗓子就开始喊冤 老曹就是他们的直立上司 都是熟人 老曹不好拉下脸 凑近云叶小声的问道 怎么回事啊 怎么回事 老曹 你的胆子也太大了吧 敢给我传递一份印喜规矩全都不合适的调兵旨意 我来就是来找你问罪的 如果你能告诉我宫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这事就忘了 直接去找陛下问问怎么回事 把你摘出来 曹展肥胖的身子不由自主的打了一个寒碜 握住云叶的手说 别问 问了也不敢说呀 陛下如今正在万民宫大发雷霆呢 你最好别问这事 把我的人交给我 我自己处置 这个时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曹展平时不是这个样子的 一般有什么事情不瞒自家的兄弟 现在这么谨慎 事情看样子小不了 不过李二既然还能在万民宫大发雷霆 就说明他没事 只要他没事 长安城还能有什么大事 就是那张诏书古怪了一些 这些天总是为李二的生死揪心 现在总算是有一个准信了 不论死活都是一个定论 再也不用七上八下的胡乱猜测了 整个人似乎都轻松了起来 快进去吧 一时三点的巨江谷快要敲完了 你要是再不进去 小心一会被挂在旗杆上 方向隐退的杜向 他们都已经进去了 十六位的大将军 还有京城里能带兵的大将军全都在 你是最晚的一个 听老曹这么说 云野赶紧下马 把江绳扔给刘进宝 自己快步进了皇宫 至于三个红灵即使 自然由老曹处理 但是那个口出恶言的家伙 自己还有大用 不能轻易放跑了 作为兵部尚书 居然有这么多的将军不认识 这是奇耻大辱啊 必须要搞清楚 他们是从哪里钻出来的 财虫涌道出来 就被眼前排列整整齐齐的尸体 吓了一跳 足足有两百多人 蹲下来 在一具尸体上仔细瞅了一下 发现这些家伙的伤口 是在腰泪间 再多看几具尸体之后 就彻底明白了 这群人全部都是死士 见识不妙 立刻就选择了自枪 下手干净利索 刺客 云野立刻就站起身了 下意识的离这些人远点 见那些将军 正在余观的进入万民宫 不敢耽搁 这快步跑上阶梯 跟在一个不认识的人身后呢 也跟着进了万民宫 万民宫里鸦雀无声 胳膊粗的精腊组成的竹山 将整个大殿照耀的灯火辉煌 好些人在不断的往前挤 他们看到刺客的尸体之后 想要到李二的面前 表忠心 云野把自己的身子 往帷幕边上靠一靠 躲在阴暗处 仔细的看着大殿里的 每一个人的神情 李二光着头 端坐在龙椅上 身上披着一件灰白色的僧衣 头上的清玉簪子 在烛火的照耀下 熠熠生辉 让人反而看不清楚 他的表情 方玄龄从来都是面无表情的 老头子今天穿了两截子的皮甲 腰里挂着一把剑 头上的高帽也变成了束发丝韬 晚了一个发脊 整个人显得很是利索 李成前阴着脸 站在房玄龄的对面 李太似乎一直低着头 看着地面 还不断的拿脚搓着大殿的金砖 似乎非常的烦恼 原本在闭目养神的李二 睁开了眼睛 高声问道 举将谷已指 不道者斩 云烟呢 朕命你调集府兵的命令 是否已经签发 没想到李二一抬头 问的第一个人就是自己 云烟连忙走出来 从怀里取出诏书 上手捧着对李二说 启禀陛下 此诏书只有国印 一无陛下亲笔红批 二无中书省签押 三无门下省几世中的筑签 乃是真正的三无诏书 恕臣不敢奉诏 房玄龄杜如辉 几乎是同时睁开了眼睛 门下省的几世中 楚隋良也站了出来 他们打算在第一时间 观看这道 没有经过中书省 没有经过门下省 直接到达 兵部尚书手中的诏书 但是皇帝没有发话 他们就不能动 段红立刻就从云烟的手里 拿过诏书 打开给皇帝看 李二看了一眼诏书 倾壳一声道 是朕疏忽了 不掉兵也好 有你们在 总能护卫了皇宫的安全 房玄龄出本起奏 陛下 云侯 封博诏书乃是职权之内的事 如若有需要 老臣认为 还是应该加强皇城的戒备 自从贞观十七年以来 十六位大军为国征战 将族折损甚多 从未有过补充 现在召唤关中子弟 替补十六位缺额 也是应有之意 李二摇头道 朕以决心 清摇伯父 怎能失信于民 此事休提 朕召唤诸位哀亲过来 就是想让你们看看 殿外的那些尸体 可以明确的告诉你们 那些都是死士 身手高强 能不知不觉的 潜进皇宫 你们告诉朕 是何道理啊 云叶本来想再次把身子 藏进眉目里 这时候谁出头 谁就是傻子 所以底下的将军 虽然一个个小声的议论纷纷 却没有一个人敢大声讲话 猛然间觉得 好像有人在看自己 四处望去 发现李承前 侧对着李二 朝着自己无声的说 救救我 云叶的全身 就像是被电击了一般的 僵住了 哦 云侯突然止步 可是有所得呀 楚随良就在云叶身边 见云叶愣了好一阵 想都不想 就把云叶给迈出去 楚随良一发话 所有人似乎都长松了一口气 奇奇的把目光盯在云叶的身上 不管他能不能说出好办法 先推出去 试探一下口风也好啊 见李二也在看自己 云叶忽然拱手问道 微臣斗胆 敢问陛下 这些刺客 可是专门为陛下而来的 臣刚才进门的时候 发现万民宫里丝毫无损 也没有血迹和打斗过的痕迹 实不相瞒陛下 臣的鼻子 对血腥气极为敏感 如今万民宫里没有熏香 也没有大开门窗 里面的气息依然祥和 只有一股淡淡的檀香气 想必是陛下这几日礼佛所致 所以微臣才会有此疑问 不但满朝文武愣住了 就连皇帝也愣住了 能把刺客放进宫里的人 绝对不会不知道皇帝现在整天 基本不离开万民宫 重信风水的李二认为 自从自己搬进万民宫 所想所行 无不一一达到目的 即便是举世公堂这样的危局 也是自己在万民宫一一化解的 所以他除了去皇后住的两宜殿之外 一般都是住在万民宫的 此刻却在太极宫里肆意的砍杀 王玄策从天竹带来了十二位高僧 倒是死了八九个 两百三十二个刺客自始至终 就在攻打太极宫 对万民宫和两一殿这样的要地 问都不问 是为何故呢 李太的心情似乎好了起来 楚班说道 父皇 儿臣以为这次的刺杀 根本就不是冲着父皇来的 孩儿问过侍卫了 他们说从一开始 这些人的目标就是太极宫 天下人都知道 我大唐最宏伟的宫殿就是万民宫 哪怕在夜晚也是灯火通明 也被百姓们称颂为光明殿 太极宫和万民宫相距足有百丈 刺客不可能认错 唯一的解释就是 他们的目标就是要破坏父皇的长生之策 实在是大逆不道 儿臣以为必须找到幕后主使人 严惩不待 各位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